踏进水果 接琳琅满目的水果 让人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但是看看又红又大的芒果 一斤要价既然高达70元 皱着眉头 看着一颗颗长不大的芒果 栽种的心血全泡汤 农民相当无奈 今天主要是结果不完全 然后主要是产量它也不平均 结果的时间点都刚好遇到气候不顺 然后产量少六成 天气占绝大部分好 加上民众想说怎么那么贵 比其心理本来是要抢的 结果发现太贵又缩回来 加上现在买气候不是很好 已经有回稳了 所以之前去年的话大概一斤是多少 大概30 一斤30 今年呢 今年大概四五十 比往年贵大概十一块二十块 对差不多 对 会十块二十块 主要是它开花的时间跟那个 它本来应该是在三月就要开花了 结果今年都提早到二月 它刚好气候又太冷 一下冷一下就结果就造成落果 结果的方式都没有刚好结的完全 就直接都落果 卖的话是还好啦 因为一般民众预期心理是 就是说刚开始价格高是因为先会抢 后来说贵太多了然后又萎缩 现在价格也比较回来 但是比往年来讲还是贵大概两成 因为气候的关系导致水果产量减少价格偏高 民众在选购水果的同时 恐怕也要思考是不是能够负担得起 东台新闻张俊廷台东市报道